高手打球看起来轻松且稳定 怎么到你这就这不准那不稳的 学会这两点 让你的准度和控制力量的能力大幅度提升 尤其是第二点最为重要 整个出杆动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也很容易被忽视 那就是回杆 回杆节奏太快 甚至是没有节奏 会使你失去对白球击球点和目标进球点的记忆 出杆的动作就很容易变形 应该在瞄准完成后 锁定着击球点和进球点的这条线 泛慢速度进行回杆 回到最后方稍作停顿 再逐渐加速干脆的出杆 每次高质量的回杆 才能精准打击到预设的点位上 第二对于初学者最适合的控制方式 就是利用回杆的长短匹配发力的大小 大力回杆长 中力回杆中等 小力回杆短 熟悉这三种基本力量的回杆方式 坚持在实战中每次击球前都先想好大概的力量 你的稳定性就必然会提高 下课